执行官等重要职务 向子科技园在1995年成功上市 他还创立了数据处理技术公司AXEBEC 从事磁盘控制器和高密度磁盘驱动器的制造 他也是QPixel的合伙创办人 张大化先生为向子园Acon Campus的创立 做出了巨大贡献 并把他发展成优秀的科技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张大化先生获得Santa Clara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及国际科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硅谷创业讲坛 今天是张大化老师给我们讲的是 开发市场导向的产品 那么分了六点 第一个是了解产品市场过去的历史 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是产品的市场和定位 第三个是产品和市场的窗口的关系 第四个是满足使用者的真正要求 第五个是如何定位产品的价值竞争力和优秀的特性 那么第六个是如何保持产品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 第六讲如何保持产品的独特性和它的竞争力 对小公司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为你尤其是在做科技的东西 很多人就是可以变一代权王 然后下面就支持不下去了 那对小公司这时候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因为你只有这么多的资源 有这么多人才 你只有做一个东西 你在support它东西的时候 又有一个一代权王在那里 在训练自己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说做这个公司的领导的人的话 他一定要警觉性很高 就是像我想讲科技的话 就是说在你现在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要想到下一个generation的话 多痛苦 我都得要分出我的能力 要去做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照顾自己 照顾问题 等到那个别的一个人 在一个集中卯足权力 就在没有以前的背包的包袱之下 他退出一个东西 你的市场就被他抢走 那就是怎么保持 这是讲得容易 做的也不是这么容易 可是就是 所以有的公司会成功不成功 就是看这个眼光 跟这个判断力 跟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决心 您刚刚讲说 就是说你的领导人 你要知道这些 就像说你现在一代权王 那另外年轻的权王 正在摩拳擦掌 在训练你不知道 那过去的话 你就是你一个公司 可能你周围的附近的 这个你比较清楚 但现在全球因为互联网的发展 那世界各地境界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谁在那边 正在练圈 你怎么去了解 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挑战 要保持自己产品优越性 所以你就要想 我这已经人家说 接受我了 认为很好 你的开发团队在想 这新的technology 跟新的方法 我可不可以往前看 所以常常就是这个 对小的公司是很大的 被一个一个包袱 它应该有两个梯队 一个开发了以后 这个人就去support 另外一个梯队 就看下面 那这个就是我 如果你的钱 支持的这个财政上 可能的话就可以 可是这个也不是 像大家想象的 这么容易拿到的 没钱的时候怎么做呢 没钱的时候 那就是看这个 这个团队之间的 这个就是忍痛 也得要这样想 就假装说没问题 没问题 我好像是 这个一代权王在那 那就是你问题的开始了 你刚刚讲说 要保持你的这个独特性 其实独特性 这种东西 我觉得比较 就是说当你 可能你终于想出 一个新的innovation idea 或者一个新的 解决的问题的 这个solution的时候 你开始是独特的 但是如果要保持的话 你是不是要在不断地 再去想新的方式 我想这个 你可以站住一个位置的话 你就 这个 你的情况就比较好很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更应该 这是我常常讲 就是说 这个innovation是最重要的 那innovation 尤其是我们在硅谷 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capitalistic society 可是在这里的innovation 是最高的 那中国也好 亚洲国家 很多的财力和智力 他们都在innovation 尤其在软件方面 台湾也不好 大陆好像现在好一点 日本那是更差 你这个汽车 你做了40年 这个它没有改变 还是四个轮子里 它越做越好 当然它还有在技术上 有些innovation 可是对真正的innovation 如果美国人 pattern没有的话 日本也没生意做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会innovate 他们只会从美国的pattern里 把那个拿来 把它变成一个产业化 这是它最会做的 对您来讲 你认为什么是innovation呢 innovation有很多种的看法 就是一个新的想法 是解决一个问题 这就是有这个的话 已经开始有innovation了 然后再看这个innovation下面 你是不是合理的用的方法 如果只去超人家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痛苦的 虽然你有很大的财力 最后的话 你的收获 就是赚点血汉钱了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创业赚的都是血汉钱 甚至血汉都还没有赚到钱 可能就是 这个 都没有这个 尝试英雄类满金的原因 就是还没得出事就 就战死了 对 所以怎么样能够不战死呢 是不是要让你自己变得非常的 当然武功高强是一方面 可能身体锻炼好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哪些可以 能够让你保持竞争力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人嘛 就是要顾这个聪明的人 比自己有能力的人 要不然的话你就限于 你知道多少 你就底线就是这样 所以做一个主管 永远要想 我要顾一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 那这个每个都从此推下去 这个公司 它的发展没有瓶颈了 要不然永远有一个瓶颈在那里 你怎么看能力呢 你觉得最重要的能力 应该是哪些方面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 去执行 还有这个 能够执行 不怕失败 也肯努力去做 那这个是 刚开始就应该是这样的 好 这个今天呢就是 张大化老师 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开发市场导向的产品 那么我们一起来感谢张老师 不难道 谢谢